欢迎来到Liberta,Dani 孤岛惊魂6的最新故事预告片 刚刚在《科隆游戏展》的开幕之夜上播出 我们也得以借此了解游戏的核心矛盾 我们决定分析预告片中所使用的各种手法 来讲讲安东、蝶哥和Dani的故事 预告片以采访环节的布置作为开始 而一个精彩的故事往往都需要一个精彩的反派 所以在这个预告片中 他们为了展示安东·卡斯蒂约的邪恶的一面 用上了许多叙事手段 卡斯蒂约与一位美国记者的位置关系 暗示了整个世界都在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同时根据游戏的叙事总监Navid Covery所言 卡斯蒂约是可以通过控制一个 只能在亚拉生产的强力抗癌药物 从而来威胁整个世界的 我们也会在后面的预告片中再次见到他的身影 其他国家会为了得到威威诺 从而无视他奴役人民的可怕事实 但是在卡斯蒂约眼中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拯救者 集中营部分的画面只给了我们残缺的信息 但是这也足以让我们感到好奇了 也正是预告片的前30秒的意义所在 要注意当镜头转到安东尼的儿子 叠戈卡斯蒂约的时候十分重要 当轮到他发言的时候 他不安地向上瞄了一眼 他的坐姿无精打采 他的回答含糊不轻 接着画面切换到了射击训练场上 迭哥焦躁不安地拿着一把枪的同时 安东像个狮子一样在旁边跟随 让人想起了当时的公布预告 安东在用手雷给迭哥讲大道理的场景 看起来在整个孤岛惊魂6的故事中 安东会花很长时间 尝试让他的儿子对着猎物扣下扳机 以让他的儿子准备好 作为一个独裁者领导亚拉 根据Navis所说 安东希望他的儿子迭哥 子成副业 现在打下基础的话 就算安东遇难了 他的儿子也可以完全控制着亚拉 这一段的音乐也很重要 他们制作了一首充满了氛围感的原声音乐 充斥着卡斯蒂约政权的暴力 所带来的冲击与节奏 但这全部都在安东诱导迭哥打鸟的镜头 达到高潮 剪辑的节奏和音乐的时机 都让这个时刻成为预告片前半部分的重要时刻 安东与迭哥的父子关系也是本作的重点 与之代替的是背景中一个巨大的响声 明示了整体的气氛转变 随着安东站起来了向前一步步逼近 像捕猎者一样 向记者宣示着他的权威 并且刻意地隐藏了 他背景故事中最让人好奇的部分 希望当我们上手游戏后 能了解更多信息 当标题字幕出现时 背景音乐也添加了更多的细节 背景中不同的bass赋予了音乐更多的能量 我们也随之认识了故事的主人公丹妮·罗哈斯 值得一提的是 主角的性别可以由玩家自由选择 但是所有的宣传资料 目前都只展示了女性的丹妮 我们也在这里了解到了 安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坏人 然后预告片也展现了 安东不择手段的性格 雕塑被拉倒 街头充斥着暴力 而这一切都是一个抗癌药物带来的 这段内容不但展示了 故事中丹妮和安东这两个角色相反的人格 还把叙事与动机理解为一个人的狂热 结合背景和台词 这段内容将游戏的故事背景 以及主要人物都清楚地叙述了出来 并且根据Navid的说法 我们能看到梦想家与暴君的边界 其实是模糊的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自由武装 把雅拉从安东的手中解放出来 他的领导人克莱拉·加西亚必须决定 为了革命的胜利 需要造成多少伤亡 同时还要承担自己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暴君的风险 然后就是展示亚拉的各种暴力与混乱 一系列的混检展示出了 玩家在游戏中能使用的各种道具 游击队员需要利用将手中一切可用的资源 变为武器的能力 驾驶汽车冲出防线 用烟花做出把枪 经过了开头建立一个优雅精明和无比强力的反派 这段内容展示出了他的最终归宿 预告片的最后是一个与开头叠戈射鸟 遥相呼应的场景 我们看到安东在一个跪下的囚犯面前 递给了他儿子一把枪 因为预告在安东第一次又劝迭哥杀身时 花了大量的笔墨 我们也会料想到迭哥在这里也会开枪 所以即便这个预告片只有两分半的时长 它也展示出了玩家将会在游戏中 看到的反派父亲与儿子之间的紧张关系 以上就是本次预告解析的内容 《孤岛精魂6》将于10月7号正式发售 届时我们的所有疑问都会一一得到解答